在酒吧偶遇了我的隐婚老公 他牵手初恋 我带着弟弟 而十分钟之前 我们刚和对方报备过行程 他说要开会 我说要加班 当位外人 我俩默契地选择 假装不认识 不守时笑得友善又亲切 然而晚上回家的时候 他却一把把我抵在了墙角 因侧侧道 玩得很花吗 老婆 在酒吧遇见韩四的时候 我立马转身就走 然而我那傻逼朋友却一把拉住了我 把我拽到韩四面前笑得谄媚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我朋友 他竖起大拇指 韩公子以后有意欧可以找他 我们老成以前拿不知道多少奖 他还在那马卡巴卡 我的视线已经和韩四对上了 他正搂着宋薇兰 目光却落在我和宋时宇牵着的手上 微微一致后露出个玩味的笑 久仰大名 他伸出手来 设计师也会来酒吧吗 我还以为你们又这么繁忙 现在肯定还在加班呢 这个狗逼狠狠用力 我的手疼得要命 咬着牙反程相机 我也以为韩总贵人是多 这时候肯定在开会呢 他和我对视一眼 眼里流露出一丝危险的意味 随后我俩同时松手 转过头去 卡座里都是我们圈子里混得熟的人 只不过我和韩四是隐婚 当初除了双方父母其他人 谁都没告诉 结婚七年了 身边的人还都以为我俩是单身 经常有人介绍对象 这个可是我们韩公子的初恋 没想到我们韩公子也是个传爱战士 朋友端着酒杯笑道 自打微蓝七年前出国之后 他就一直没结婚 就这么望眼欲穿的等着 我们韩公子那真是钻石王老五 到时候可得请我们喝喜酒啊 我掀起眼皮 迷离的灯光下 宋威蓝正亲密的靠在韩四身边 直直盯着我 嘴角站出一个亲密的笑意 那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蔑视 我一开了视线 人真的是很健忘的动物 那些年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心脏疼得好像被捏紧了 不能呼吸 眼泪都要流干了 我当时还以为永远都走不出来呢 可现在在想想 已经陌生到都有些模糊了 心脏长出了厚厚的茧 也再不会疼了 在座的只有我和韩四之前 没一起出现过 他们还以为我们互相不认识 对着他介绍我 我们老成也是单身了这么多年 一直没找着合适的 他黑黑笑道 最近这刚找了个弟弟才算收心了 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老成这么认真的 公共这好事也快了吧 身边的宋石宇笑着握住我的手 我还有三个月就到法庭婚礼了 酒吧这样迷腻的气氛 也抹不去他面上的少年气 挺拔的眉骨分明带着三分桀骜 可一双眸子却是亮亮的小狗眼 认定了谁就寸步不离 我心里一动 和宋石宇的相识实在是有些意外 当时我刚拿了奖 受邀回母校做讲座 宋石宇不是设计专业的 只是想来混个活动份 谁知道我讲完了要走的时候 他却第一个跑过来拦住了我 我还以为是刚入学的小孩 想请教什么专业方面的问题 停下脚步耐心的看着他 谁知道他却眼珠子死死黏在我身上 好像小狗看见了骨头似的 张口就到 学姐 你能不能给我你的微信号啊 我一愣 宋石宇和韩四长得并不像 虽然两个人都挺好看 但好看得很有区别 但那一刻 我好像看到了22岁的韩四 他眉宇间也带着一丝不逊 朝我笑得浪荡 学妹 给个微信吧 鬼使神差的 我拿出手机 扫了他的微信二维码 后来听宋石宇讲 那一刻他一看见我 就觉得丘比特朝台心脏 发射意大利炮 他被轰得七婚八素 两个小时的演讲下来 什么都没听见 光顾着看我去了 我也没想骗宋石宇 把我已经结婚了的事告诉了他 他难受了一阵子 还是来找我了 只要你在 我到法定婚礼之前跟他离婚 我就原谅你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我恍惚间 觉得他脑袋后面 好像长出了两只耳朵 此时正可怜巴巴的搭了着 还有一年零三个月 那段时间 我刚和韩四彻底闹翻 闹翻的原因是 我发现他出国去陪宋维兰过生日了 其实韩四和宋维兰那点事 我都知道 我们三个是一个高中的 他俩彼此都是初恋 家世条件也是门当户对 那时候他俩谈恋爱 就谈得轰轰烈烈了 而我当时 只不过是暗恋韩四的众多女生中 最普通的一个 韩四和宋维兰 从16岁到22岁 在一起了7年 直到大学毕业他俩才分手 分手的原因 也不过是两个人都是天之骄子一般的人物 韩四又是个狗脾气 从来不肯服乱 争吵再一次次爆发中升级 最后宋维兰实在忍不了了 赌气出国去了 韩四也没去追 两个人就这么分手了 后来我去看他打篮球 就在球场边 他跟我要了微信 说来挺可笑的 我以为他是喜欢我 后来我才知道 他只是宋维兰离开后太过空虚 无聊了才随意挑中了我 那之后的事情顺理成章 他受了情伤 需要人抚慰 家里催婚 也需要有个人顶上 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 我就成了最佳人选 而我 一无所知 只会傻傻地爱他 还以为是真爱降临 我满心欢喜 以为他也是一样 想到这 我摇了头 忍不住苦笑 是有多蠢 韩四眯起眼 骨节突出的手指 把玩住手里的杯子 扯起嘴角 程小姐这个岁数了 还没结婚 不会是背着家里的老公出来 偷偷出来跟小男孩玩吧 我看过去 一片喧嚣的人群里 韩四毫无疑问 是最惹眼的那个 身材高大挺拔 五官硬朗英俊 岁月没在他身上 留下什么痕迹 反而让他更有味道了 此时他穿着一身黑衬衫 懒洋洋地坐在卡座上 胸肌被薄薄的衣服 绷出轮廓 引得四周的小姑娘 不错眼的偷看他 我端起酒喝了一口 淡淡倒 韩总一把年纪了没结婚 也挺让我意外的 该不会也是 瞒着老婆偷偷出来会出恋吧 这话说的有些不客气 周围的朋友都安静下来 似乎不知道 我俩为什么刚认识 就这么针锋相对 片刻后 我们同时哼了一声收回目光 这顿酒喝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韩四和宋薇兰 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 到最后 韩四直接掐着他的下巴 把琥珀色的酒叶 用一个深稳度了过去 四周的人都开始起哄叫好 韩四稳闭擦了一下 嘴角流出的酒 朝我挑了挑眉 换做以前 我大概早就当场气死了 可现在我甚至能勾起嘴角 跟着他们一起起哄 再来一个 韩四脸眉 面色一僵 老程也来一个 今儿就你俩代家属来了 几个喝高了的朋友 端起杯子 递给我和宋石宇 几没弄眼 也让我们看看弟弟的稳计 宋石宇家里条件也很好 不说韩四什么 但他从小被爷爷奶奶养在外地 并没怎么在圈子里玩过 据他自己说 我是他的初恋 他耳朵慢慢红了 一旁的韩四脸上的笑容 慢慢垮下来 死死捏住手里的杯子 我没韩四那么没底线 不喜欢在这么多人面前亲热 白白手正要拒绝 宋石宇却凑了上来 他的眼里水光样然 掐着我腰的动作 却不容质疑 精致的面容凑近我的时候 我才惊觉眼前这个 我一直觉得还小的男孩子 我在这一刻终于理解了 男人眼里的又唇又欲是什么感觉 宋石宇脸嫩 平时身上总带着挥之不去的少年感 虽然身高186 八块腹肌俱全 但喊我姐姐的时候 总让人感觉还没长大似的 但这一刻 他眼角被酒精熏红 毛子里戴上了不自觉引诱的意味 我咬了口口水 张了张嘴 对着这张脸 却无论如何说不出个不来 就在双唇相处的前一秒 韩四猛地站了起来 他面色铁青 动作太剧烈 把桌上的杯子都碰到好几个 噼里啪啦地碎了一地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不明白他这是闹哪一处 我也下意识后退 宋石宇却轻笑一声 扣住我后颈 一把把我拖过去 他的动作强硬 带着麦芽发酵香气的吻 却轻柔地落在我唇上 回家后 我刚打开灯 就发现臭着脸坐在沙发上的韩四 其实从在酒吧的下半场开始 他就一直拉着个脸 好像在座各位都欠了他千八百万一样 我没搭理他 脱了鞋打算去洗个澡睡觉 韩四却阴阳怪气的开口 加班都加到酒吧去了 我怂怂间 你不也在酒吧开会吗 彼此彼此 韩四手里的烟一直没抽 烟灰记得老长 他也不弹一下 只顾着讽刺我 橙子金 你可真是好样的 都学会领想男孩逛夜店了 我转身皱眉道 韩四 当初是你说我们各玩各的 互不干涉 现在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不会是吃醋了吧 吃醋 韩四冷笑一声 把烟地暗灭在烟灰缸里 你想太多了 我只不过看在咱俩 毕竟夫妻一场的份上 劝你一句 那种还在吃奶的小子 不靠谱的 我懒得搭理他 你倒是不吃奶了 也没见你有多靠谱 说着我就进了卫生间 脱了衣服 打算洗澡 李玉头刚刚打开 卫生间的门就被推开了 我眯着眼还没来得及惊讶 身后就贴上了 滚烫又结实的躯体 我一惊 下意识去推 却被韩四锁住了手腕 他在我耳边轻声道 那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 能满足你吗 密闭的卫生间里 他的声音低沉沙哑 紫金 我用力一脚踩在他脚上 韩四吃痛后退 瞪大眼 橙子金 你他妈疯了吧 我抽过玉筋围在身上 冷冷道 滚出去 韩四脸上逐渐黑了下来 眼里压抑着火气爆发 他上前一步 一把握住我的胳膊 怒道 橙子金 咱俩还他妈没离婚呢 这是你应该尽的夫妻义务 他上身赤裸着 我浑身僵硬站在原地 恍惚地看着他和宋威兰 发给我的那张照片重叠 宋威兰生日那天 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刚刚失去了我的孩子 而韩四正躺在宋威兰的床上 身上一丝不挂 背上的血痕暧昧交错 宋威兰拍了他的照片发给我 他什么都没说 我却只感觉震耳欲聋 好像一个巴掌扇在我脸上 耳盼只剩一片嗡鸣 我死死咬住牙 压住翻江倒海的胃 指着门口 我最后说一次 滚出去 韩四定定看了我许久 我看到他的拳头握紧 小臂血管凸起 最后他面无表情 猛地摔门而去 我闭上眼 温热的水流抚慰在我身上 却淋不去骨子里透出来的寒意 发现韩四一直没忘了 宋威兰是在我们结婚三年后 其实那时候我们关系还不错 韩四是个挺合格的丈夫 他身上没太有那种 二世祖的胡乱做派 下班就回家 今年日他也都记得 会买昂贵的礼物送给我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会相拥而眠 像是一对真正恩爱的夫妻 直到那天亲热的时候 他汗珠滴到我锁骨上时 下意识地叫一声 威兰 我好像被当头一棒 大脑一片空白 就像家里有一只蟑螂出现 隐蔽处其实已经藏了无数只一样 我发现的越来越多 手机里不肯删掉的微信 被妈撒起边的合照 偷偷窥探的小号 我开始和韩四大吵大闹 那些年我就像个 没了理智的泼妇一样 爱求痛哭 赌咒辱骂 甚至和他撕打 什么招数我都用过了 可惜没用 韩四最后只冷冷地留下一句 舍不了的话 你可以离婚 我那时候才知道 原来之前的几年 不过都是我自以为的情投意合 韩四从来没爱过我 他的心 一直是另一个人的 我不管陪他多少年 都敌不过他和宋威兰的那七年 我就这么在痛苦里 求见了自己不知多久 那些藤像是毒蛇以前 折服在身体里 午夜的时候 就会出来用毒蛇 一次一次的啃受我的心脏 直到他飞去英国 陪宋威兰过生日那天 我一个人看了一晚上的窗外 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的月亮 很圆很亮 也很冷 那天之后 我就告诉自己 我认输了 我放弃了 韩四妈妈不喜欢宋威兰 早些年韩家和宋家 有过一段恩怨 他妈妈倒是挺喜欢我的 这些年一直很照顾我 甚至为了我训斥过韩四很多次 一年前 他妈得了重病 医生的意思是好好养着 也就是这两年的事了 韩四不想刺激他妈 跟我约定等他妈走了 我们再离婚 作为补偿 他会给我公司7%的股份 我答应了 从那天开始 我们俩就开始各玩各的了 接下来的一个周 韩四都没回家 直到他妈妈生日那天 我们才坐上一辆车去探望 一会儿装得像点 别让我妈发现了 韩四单手握住方向盘 让你那个小猫小狗什么的 别来电话 万一传帮了 小心你那7%的股份 我冷笑 管好你自己吧 韩四面色一黑 不说话了 韩母家住在半山别墅 我们一路沿着山路向上开 谁成想刚开到一半 韩四手机突然响了 他扫了一眼 立马接起电话 我忍不住别过脸去 前几年我也经常给韩四打电话 我那时候新婚燕儿 总忍不住想他 可他很少接 每次问他 他都反过来说我不懂事 说他工作忙 那时候我真傻乎乎信了 后来我才想明白 对要紧的人再忙 也能抽出时间 对无关紧要的人 就是再嫌也不愿失手片刻 那边说了些什么 韩四猛的一脚刹车 把车停在了路边 我差点撞玻璃上 怒道 你干什么 韩四面色肃然 我有点事先走 你自己去吧 我瞪大眼 你有病吧 这是在山上 你好歹把我送上去吧 威蓝那边有急事 你赶紧下车 韩四不耐道 跑车的车座自动升起 我穿着高跟鞋 被他一把推下车 差点崴了脚 还没来得及骂他跑车 就留下一道尾气 急迟而去 韩四 你个王八蛋 我气得跳脚 韩四妈妈不说 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 这些年也一直没博带过我 明明家里有专门的厨师和保姆 可是每次我去 他都会亲手下厨给我做饭 还会用心记下我喜欢的菜色 下次专门做给我吃 韩四为此很嫉妒 说他从小到大 都没吃过几次他妈做的饭 我第一次和他告状 韩四出轨的事情 他气得要命 那时候他已经身体不大好了 却还强撑着 去厨房翻出擀面杖 把韩四打在身上一块青一块子 原来紫金架给你 就是为了受这个窝囊气 那个叫松维兰的 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 你这样对不起谁 他不剩多少日子了 见一面少一面 韩四没良心 我做不到 山路都是上脱 我穿的还是高跟鞋 很快脚后跟就磨得疼痛男人 我脱了鞋继续走 等快走到的时候 我脚跟的血泡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划破了 血水流了一脚跟 我抿了鸣嘴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 也是为数不多 知道我和韩四关系的人 他接起电话半天不说话 半赏才支支吾吾道 紫金 我刚看见你家韩四 和一个女人进妇产科了 说着 微信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 医院的妇产科门口 韩四正小心翼翼 搀扶着宋维兰 神情疼惜 朋友没再说话 估计是怕戳我伤口 我定定的看着那张照片 直到一滴雨落在手机屏幕上 我茫然抬头 这才发现下雨了 山间的雨来得及 很快我就被淋透 脚上的血被冲成了淡粉色 此时在下山已经来不及了 我只能一点一点往上爬 风夹着雨很冷 我突然没来由的 想起我没了孩子的那一晚 我高中晚自习的时候 撞见了一群小混混 正在围殴一个 穿着我们学校校服的男孩子 我立马报了警 等警察来的那段时间 几个混混下手越发狠了 这么下去眼看了要出事 我急得大喊 警察来了 他们恍若未闻 继续下手 我一时大脑一片空白 腿在脑子反应过来之前 就冲了上去 就在这时 两个人拿出了棒球棍 其中一个人 对着男孩的头上 就用力抡了下去 这一棍子打实了 脑僵子恐怕都得打出来 我咬住牙 挡在了他面前 那一棍子 狠狠抡在我了我肚子上 我当时就觉得 小腹一阵剧痛 直接捂着肚子 坐到了地上 那几个人还以为 我和那个男孩是一起的 下手更狠 我又挨了几下 直到警车来了 他们才一哄而散 我这才用力 攥住那个男孩的手 边咳嗽边含糊道 别怕 警察来了 后来的事情 我就记不清了 在醒过来的时候 是在医院 医生说我子宫 遭受外力重击出血 已经做了手术 紧接着 我爸妈为了更好地照顾我 把我接回了老家 我也因为这件事 休学了半年 这件事后来我都快忘了 直到后来我怀孕的时候 医生问我 子宫是不是动过手术 他说 我子宫病很多 非常容易流产 让我注意一点 我非常宝贝这个孩子 小心翼翼地照顾他 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那时候我觉得 这个孩子 是我和韩四之间 唯一的纽带 说不定能拯救 我们之间的感情 直到那天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点见红 给韩四打电话 他去躺死我说 公司要开会 第二天 晚上我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 就收到了 宋维兰发来的那张照片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开会 只是因为 那天是宋维兰的生日 韩四是给他过生日去了 病房的玻璃不是很干净 外面的月亮很圆 很大 犯着冷冷的白惨白 我突然觉得 心脏拉扯着很疼 那疼慢慢下移 随即五脏六腑 都开始疼起来 身下突然涌出一阵湿热 我掀开被子一看 雪白的被褥上 一片心红 那天 韩四躺在宋维兰床上 两个人相拥而眠 而我一个人在医院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那天开始 我终于大梦初醒 六 我按响别墅的门铃 保姆看见我吓了一跳 程小姐 你这是 我摆了摆手 我先去洗个澡 我不想韩四他妈 看见我这样 他本来就时日无多 我没必要再去刺激他 等洗了澡出来 收拾好 我才进了韩四妈妈的房间 他静静地躺在床上 曾经那样优雅美丽的女人 瘦成了一把一掰 就断得干柴 脸色灰白 开门的声音惊动了他 他慢慢睁开眼 毛子里有了一丝光亮 紫荆 你来了 我坐过去拉住他的手 妈 我看你状态比之前好了不少 人有精神了 他咳嗽了两声 扯出一个艰难的笑容 没多少日子了 我没搭话 捡了这些天有趣的话跟他说 说到最后 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只能慢慢安静下来 韩四妈妈向后躺在靠枕上 屋里一时沉寂无声 我拍了拍他的手 妈 那你好好休息 我下次再来看您 说着 我起身要走 他却突然叫住了我 紫荆 和韩四离婚吧 我一正 什么 他又欺负你了吧 没 我抢笑 妈您别 紫荆 你的眼睛不会笑了 韩四妈妈认真地看着我 他指了指自己的嘴 你的嘴在笑 又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可你这里不笑了 你过得不开心 他动一动就要喘息半天 却仍是坚持着说完 我哑口无言 不用为了我勉强维持 你还年轻 他撑起一个笑 等他离婚 过自己的日子去吧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明明已经很久没哭了 可这一刻 我却眼前一热 眼泪直直地掉了下来 韩四妈妈拍着我的手 你是个好孩子 别再为了我这个老婆子耽误了 妈 我嗓子眼堵住 哽咽难言 他却只是温温柔弱地笑着 你能来看看我 我已经很开心了 说完 他从抽屉里 吃力地拿出一个文件袋地给我 这里面是我的公司股份 一共13% 这些年 韩四对不起你 就当是我替他补偿你的 他塞到我手里 你一定要收下 以后好好照顾自己 眼泪怎么擦都擦不干 我知道 他是在给我离婚的底气 我擦着流过完的眼泪 韩四妈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发 以后不要再委屈自己了 晚上我没回家 直接去了宋时宇拿 他看到我来很高兴 却在握住我手的那一刻 变了脸色 你身上怎么这么热啊 我摸了摸额头 后之后觉得发现自己发烧了 宋时宇把我抱到床上椰好被子 出门了一会儿 又端了一杯热热的姜茶回来 他没责怪我 只是轻轻地把我扶起来 喝点热的发发汗 随后他把我裹成一个肌肉卷 在被外面搂着我 我皱眉 别传染给你 他却亲密地在我耳边亲了一下 我不怕 随后又打开手机 无聊吗 想听什么故事 我想了想 白雪公主吧 宋时宇一只手搂着我 一只手拿着手机 从前有一位公主 她的皮肤像血一样白 公主把毒苹果从嗓子里咳了出来 于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了 我以为故事结束了 刚要闭眼 却听到宋时宇继续道 可是婚后公主发现 王子是个出轨惯犯 对他一点也不好 于是公主就把毒苹果 塞进王子嘴里把他要死 然后和一个又年轻 长得又帅 又有钱 对他又好的新王子在一起了 两个人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我哭笑不得 这都什么和什么 宋时宇瞥了我一眼 没说话 另一只手在我身上轻轻拍着 晚风吹起浅色的窗沙 外面路边枝子的香气淡淡地钻了进来 偶尔有车驶过微弱的声音 外面的光被窗沙模糊的温柔 宋时宇的怀抱很暖 这种感觉陌生又奇妙 好像我是什么被人珍视的宝贝一样 原来被人重视的感觉这么好 明明他比我小这么多 却让我感到很安心 沉睡的前一秒 我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轻叹 快点离婚吧 我要忍不住了 第二天一早 我早早回了家 我觉得韩四他妈妈说的对 我不想再这样委屈自己了 韩四坐在沙发上 看到我习惯性的醋美 你昨天去哪了 你打电话也不接 昨晚上我在宋时宇家睡着了 手机关了静音 打开一看 确实有三个未接来电 都是韩四的 我淡淡的 与你无关 韩四谋色一沉 随即有些不自然的解释 昨天微蓝身体不舒服 他身子一直不是很好 不用跟我解释 我换上拖鞋不耐道 我不感兴趣 从前我恨不得问清楚 韩四的所有动向 他和宋维兰的一举一动 都能牵扯我的全部心神 但现在 我已经连听都不想听了 我是回来离婚的 我把手里的离婚协议扔给他 你妈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 他把他的股份转让给我了 你的那7%就自己留着吧 财产分割 我要2% 不然我就去法院 提交你的出轨证据 宋维兰发的照片 还在我手机上呢 韩四一正 当年我没了孩子的时候 和韩四说过 宋维兰给我发的照片 我几乎崩溃 歇斯底里地扯着他的衣服 要他给我一个说法 韩四却只是任由我拽着 一言不发 那也是你的孩子 我牙齦溢出血腥气 他沉默许久 轻声道 维兰他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知道你会流产 哪怕过了那么久 我还是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心情 窗外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仿若海潮轰鸣 许久后 我慢慢松开手 好 直到消失殆尽 不是说好暂时不离婚 韩四把烟暗灭在烟灰缸里 程子津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要跟那个还在吃奶的小子在一起 他吃笑 你以为他会比我好多少 我是男人 也最了解男人 他如今不过是年纪小不懂事 等以后他三十的时候 你都快四十了 徐扬半老 你以为他还会对你有兴趣吗 说着他摇了摇头 满脸讥讽 程子津 你还是这么幼稚 我转过来看着他 这个婚礼上 我满心欢喜嫁给他的男人 现在看起来却如此面目可憎 总比心里记挂着 别人还随便找人结婚的人强霸 我冷笑 韩四 你说耽误别人人生 还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韩四一致 不说话了 别人的人生就不是人生 就活该充当你们绝世爱情的背景板 我走近 直直盯着他 一字一句道 现在孙威兰出去 别人知道他的身份是个小三吗 韩四豁然站起 你别说这么难听 你们做的可比我说的难听多了 我吃笑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浪费嘴皮子 把离婚协议签了 咱们桥归桥路归路 你愿意把他供你家祖坟礼 我也懒得管你 韩四谋底一片冰冷 许久后 他嘴角微微翘起 扯出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 行 这可是你说的 橙子金 你别后悔 我懒得理他 直接掏出笔地给他 赶紧 他面色阴沉 死死盯了我一眼 咬牙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把协议书甩给我 行了吧 我点点头 明政局明天上班 明早九点 不见不散 和韩四婚姻存续的最后一天 我从他签下名字 就很开心 迫不及待地和宋世宇分享 他也很开心 尊都假都 那我明早也去 咱们直接把证领了 省得你再跑一趟了 我现在就回家找货口本 好劝逮劝 他才没回去发疯 答应等我们见过父母再说 今天一个共同的朋友结婚 我和韩四分开两辆车走 却还是被分到了一桌 我假装没看见他 他夹着桌子上的菜 放进宋威兰的盘子里 语气含笑 多吃点 随后他不着痕迹地 瞥了我一眼 宋威兰面色有些僵硬 韩四 我不吃海鲜的 桌上其他朋友 赶紧打破尴尬 老韩和威兰 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是不是好事将近 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韩四没说话 宋威兰撩零一下头发 嘴角扬起 看着我道 是啊 到时候大家一定都来啊 另一个朋友笑道 你俩还真是厉害 高中居然走到了现在 我记得当时你和校外混混打架 还是威兰救了你吧 老韩 你以后可一定得好好对人家 宋威兰面色突然有些不自然 僵硬地转移话题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他也不是因为这个 才跟我在一起的 韩四却反驳道 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 可宋威兰脸色却更难看了 我掀起眼皮 没想到 宋威兰和韩四之间 还有这么一段过去 不过与我无关 我不感兴趣地低下头 这妖巧 桌上另一个我的朋友 抬起头来 当时紫金也就过一个男生 听说五六个人围攻那个男的 有的还扔着棒球棍 往他身上砸 要不是紫金替他挡了 那一下子又报了警 那男的说明现在就没了 他靠近我抱怨道 我们紫金后来因为这事 休学半年还留急了呢 结果那男的连句感谢都没有 当时那一棍子太狠了 紫金到现在动 他戛然而止 小心地看了一下我的脸色 我倒不太在意这个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横竖我也不是为了人家一句感谢 然而韩四却突然变色大变 猛地站起身来 桌上的杯子碗筷 被他带倒了不少 红酒顺的桌盐 撒到了他的裤子上 他却恍若未绝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 颤声道 你说什么 孙维兰眼里划过一丝惶恐 赶紧站起来挽住他 韩四 你裤子脏了 我们赶紧出去换一条吧 韩四却一把甩开了他 死死咬着牙 橙子金 你是 你是哪一天救了那个人 我不明白 他反应为什么这么大 周围的人都往这边看过来 我不想毁了朋友的婚礼 只能回想了一下周梅道 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 十四年夏天 好像是八月份吧 你赶紧坐下 这是人家的婚礼 韩四的表情突然变得很怪异 似乎是难以置信 又似乎是惶惶 你最后跟他说了什么 虽然过去这么久了 但当年的疼痛太过清晰 所以我还能记得当时 我说了句 别怕 警察来了 好像是这么说的吧 韩四颓然坐到了椅子上 他表情四哭四笑 最后紧紧地捂住脸 宋威蓝面白如纸 浑身上下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到这时候 傻子也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了 我挑眉 当年那个被打得跟傻逼一样的 是你 那还真是可惜 我笑音音道 早知道是你 我就让他们把你打死了 我说完就离席了 剩下的事 还是朋友晚上发微信告诉我的 原来当初你救了韩四之后 他到处找你来着 你们挨打的那天晚上 宋威蓝就在一边看着 他一直喜欢韩四 就干脆把你顶替了 你不知道韩四刚才的表情 简直吓死个人了 说着 他发来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 宋威蓝哭得梨花带雨 生死力节道 是 我承认当时是我一时糊涂骗了你 但难道我们这些年的感情 也都是假的吗 你说过只爱我一个 是 程子金是救过你 可你不爱他 就是不爱他 难不成现在知道他就过你 你就能爱他吗 韩四面韩如斌 看着宋威蓝的眼神 再也没了当初的爱意 反而倒像 是看着什么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 他一把把他甩到地上 声音好像脆了冰 宋威蓝 这事没完 朋友幸灾乐祸 宋威蓝完了 听说他爸在外面养了私生子 东西都留给那个儿子 他回来就是想攀紧了韩四大腿 结果韩四把卡给他停了 别墅和车什么的也都收回来了 听他那意思还没完呢 我放下手机 心里有些复杂 我没有表现得那么平静 真是一笔糊涂账 韩四因为宋威蓝顶替我而喜欢上了他 又因为他来伤害我 这场三个人的故事 只有我是最惨的那个 恨吗 我问自己 为了救他 我落下了终身的病 又是因为他 我失去了我的孩子 叫我如何能不恨呢 如果能穿越回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我想 我绝不会再去救下韩四 韩四回来得很晚 他满身酒气 喝得醉醺醺的 我提醒他 明天还得去离婚 别忘了 韩四却答非所问 坐在沙发上 口齿不清道 哦 我跟宋威蓝断了 是他骗我 给宋家注资的钱 我都收回来了 宋家很快就要完了 他什么都没了 他害你丢了孩子 这样你满意了吗 我忍不住冷笑 那你呢 我当初为了救你子宫出血 导致保态艰难 我给你打电话 你去睡在别的女人床上 害我流产 你难道不更该死吗 韩四哑然 半晌后 他竟然扑通一声 跪到我身上 我吓了一跳 下意识后退一步 却见他抬起手来 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 这一巴掌丝毫没有收力 他的嘴角被打裂 一出血丝 你干什么 我瞪大眼 韩四抬起头 满眼都是哀求 我知道我错了 你想打我骂我 怎样都可以 紫金 我会给你补偿 我手头有公司42%的股份 通通都归你好不好 只要你原谅我 他深深埋下头去 肩膀抖动 屋里寂静无声 只有韩四滴滴的乌叶 好像野兽哀民 我无言 当时其实我爸妈想过 带我去报警 但后来听说那几个混混 都被人给砍了 其中三个还得挑了脚筋 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 我爸妈就没坚持报警 也是怕我再去做笔录 折腾出心理阴影来 所以自始至终 我就没再见过当年的韩四 不过宋维兰说的对 难不成 知道是我救了他 韩四就会爱上我吗 或许当初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误会 再遇到宋维兰 韩四也一样会喜欢他 最后都是一样的 少说废话 只要你答应离婚 就是现在对我最好的报答了 要是觉得亏欠 你可以把钱都给我 不 不 韩四西行到我面前 惊慌道 我不离婚 之前是我错了 我会补偿你 我保证不会再找任何女人了 我和宋维兰已经断干净了 我求求你 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这样节外生枝 我忍不住骂道 你和宋维兰都一起去妇产科了 是有孩子了吧 你也太狠心了 韩四身位俱下 哪里还有半分往日的高高在上 他红着眼道 我和他没孩子 只是他不舒服叫我去而已 他说他当年 因为那件事身上留下了毛病 我一直觉得亏欠他 许是喝多了酒 韩四和以往的表现大相敬庭 他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死哑道 我其实是喜欢你的 但是我一直觉得亏欠宋维兰 所以他说什么我都会答应 你说离婚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 紫巾 其实我早就洗 我猛的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 韩四闷哼一声 偏过头去 韩四别侮辱喜欢了 我冷冷道 你可真让我恶心 早知道有今天 我真希望你当初就死在那条巷子里 韩四面色一白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拿起离婚协议 摔门而去 第二天 韩四果然割了我 没来明证据 他跟我打了无数个电话 中心意思只有一个 他会补偿我 但是离婚没门 我气得牙根痒痒 韩四这狗笔 已经耽误了我这么多年 现在我眼看着就要过上好日子了 他居然又不肯放过我 既然他做初一 就别怪我做十五 我反手把韩四妈妈 给我的13%股份 卖给了公司第二大股东 他原本手持32%的股份 现在加起来 已经45%超过韩四了 把他从董事长的位置 拉下马来 韩四这么多年的心血 拱手让人 当天他就打了电话来 声音有些难过 紫金 你就这么讨厌我 我已经和你纠缠够了 我冷冷道 韩四沉默许久 最后开口 随你怎么样 只要你开心就行 紫金 我已经错过你一次 我不能再错过你了 我恨不得以头抢地 最后我干脆去法院 起诉了韩四 提交了他出轨送微蓝的证据 只要起诉两次 不离他也得离 我俩离婚的事 闹得很难看 因为涉及到股份转让 和财产分割 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 我俩正在闹离婚 我每天忙得脚步点地 和宋时宇都没时间见了 然而乌漏偏逢连英语 就在我熬夜整理 离婚财产的时候 韩四突然又打来了电话 电话里 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紫金 你快来 咱妈 咱妈不行了 我赶到的时候 韩四妈妈已经醒了 他脸色灰白 看起来状态很不好 我低下头 有些尴尬 他给了我那些股份 我却转手 卖给了他儿子的对头 我确实做得有些过了 他却没怪我 只是吃力地朝我招了招手 那时候也几乎抬不起来了 我走过去 双眼勤泪 妈 韩四早已哭得不成样子 紧紧握住他妈的手 低声乌液 人总要有这么一天的 韩四妈妈艰难地扯出一个笑 拍了拍韩四 别难过 他的声音越来越弱 却还是强撑着道 阿四 听说你不同意离婚 韩四擦了把眼泪 妈 之前是宋维兰骗骗了我 我现在才知道 紫金就是当初救我的人 我真的不能再错过他了 韩四妈妈叹了口气 紫金这孩子对你好 从结婚的时候就天天 天天守着你 婚后你出去胡闹 他也没怪你 还等着你回心转意 现在 现在 他休息了一会儿到 现在又知道是他救了你 他闭上眼 韩四吓坏了 妈 妈你别吓我 你醒醒啊妈 韩四妈妈睁开眼 用积攒的最后力气杀哑道 妈最后一个愿望 你一定要答应妈 韩四胡乱点头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妈你说 我一定答应你 跟紫金离婚吧 他死死握住韩四的手 他不开心 你们俩没缘分 别再耽误他了 他是个 是个好孩子 我满心五味杂陈 没想到韩四妈妈 最后也在为我谋话 韩四愣住了 许久后 他顺着床一点一点 颓然坐到了地上 他的手臂因为过度用力 爆出骇人的青筋 手指甲边缘裂开 渗出血迹 最后他收回手 死死捂住脸 身体剧烈颤 哭声低哑 撕心裂肺 好 他说 妈 我答应你 我同意离婚 韩四妈妈的手 僵了一瞬 猛地落下 处理好韩四妈妈的后事 已经是几天后了 我和韩四 在约好的明政局碰了面 他受了许多 风一吹 衬衫空荡荡的 非要离婚吗 进明政局的前一秒 他突然开口 死死捏住离婚协议道 你明明那么爱我的 现在我也知道错了 我们就不能重新开始吗 我看着远处的天际 沉思片刻道 韩四 你爱的究竟是我 是宋威兰 还是当年救了你的那个幻影 如果宋威兰当初没骗你 再遇见他 你就不会喜欢他了吗 他焦急道 当然 我笑着摇摇头 都不重要了 如果你还有一次感念 我对你的好 就放过我吧 韩四 我是真的 真的不爱你了 天际的风吹乱了他额间的碎发 我似乎看到韩四的眼眶泛起了红 随即他狼狈的撑起一个笑容 行 橙子金 我放过你 到最后 他的声音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似的 每个字都说越发艰难 房子 车 股份 存款 都给你 我净身出户 他掏出一份新的协议 算我给你的补偿 你不要我 那就收下钱吧 我发了一下离婚协议 震惊的发现 韩四给我的不仅仅是婚内财产 而是他有的所有的钱 公司的股份 42%通通转让给我 家里的动产不动产 和现金他一分都没留 我想了想 拿出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没问他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也与我无关了 在这场混乱的爱情里 我吃遍了苦头 这些是我应得的 我不会再对他心软了 离婚比结婚快得多 只一会儿我们就拿到了 那个绿色的小本子 走出门的时候 韩四面色复杂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我仰了仰手 再见 他没说话 出租车载着我驶向远方 透过后视镜 我看到韩四还一直站在原地 久久没动 他好像说了些什么 可惜我已经听不到了 远处的车流慢慢挡住了他 我们的世界分隔开 消失在彼此眼前 我闭上眼 眼角有模糊的湿润 再见 韩四 希望我们再也不见 番外韩四视角 和程子晶离婚两年后 我在婚纱店碰到了他 我是来给表姐取定好的婚纱 转身想走的时候 却看到他提着裙子 从事宜间走出来 眉眼弯弯 笑意满意 我的脚步定在原地 死死盯住他 好久没见了 他胖了一点 脸上本来有些干瘦 现在笑起来 苹果鸡红扑扑的 转着圈 小跑到坐在沙发上的男人身前 眼睛亮晶晶的 开心道 好看吗 我突然没来由的想到很多年前 那时候我们刚刚领证 他也是这样兴奋 换了很多件婚纱 每一件都认真问我 好不好看 那时候我是什么反应来着 好像我满脑子都是宋薇兰 只是不耐烦的低着头 都好 你随便挑一件就行 我有事先走了 临出门的时候 我余光扫过 他站在那里 原本崩得紧紧的肩膀垮了下来 嘴角的弧度也消失了 就像条被抛弃的小狗 我心里刺痛细密 我觉得这个显得胳膊有点粗哎 你说这件好不好 这一件 我感觉第三件最好 那也是巴黎空运过来的 我刚才问导购说 是上面的刺绣和水钻 都是手工缝的 嗯 你这么一说 好像第三件确实不错 不着急 你再试试 有好的咱再换 先暂定这件好吧 他对他比我好 我该为他开心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觉得眼眶酸涩 头尖好像堵住了什么硬块 让我几乎不能呼吸 明明 他该是我的 是我弄丢了他 才让他在别人身边快乐 我会在梦里看见他 不是后来争吵到 面目全非的样子 而是刚结婚的时候 他会在我下班时 做好我爱吃的菜 意外着要我亲亲他 当时不觉得多幸福 甚至偶尔还觉得 他太过碾人 很烦 可在梦里 我却幸福的掉下泪来 第二天一早醒来 旁边空荡荡的 那种骤然而来的空虚和难过 几乎能把人逼疯 于是我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因为醉酒后 我能短暂看到他爱我的样子 我知道不好 可我真的受不了 我开始一遍一遍回忆他 然后在回忆里 一遍一遍爱上他 最后难以自拔 简直蠢的可笑 为什么偏偏要他走后 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他 我不知道我看了多久 我只知道 我几乎贪婪地盯着他 不肯错过一秒 哪怕他穿着要嫁给别人时 穿着婚纱 我隐正直可一般越看越痛 却无论如何也挪不开眼 很快他就定下了婚纱 挽着那个男人往外走去 他不经意一抬眼看到了我 随后愣住了 那个男人也朝我看过来 我这才认出来 是当初他在外面 找的那个小男孩 如今梅雨间 已经退去青涩了 有了成熟男人的样子了 他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消失了 随后又撑起来 好久不见 我的声音颤得一塌糊涂 几乎说不出话来 好久不见 我很想多跟他说几句话 问问他最近好不好 那个男人对他怎么样 如果对他不好 他可以回来 可到了最后 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摆了摆手 很显然不想和我多说 懒着那个男人就离开了 离得远了 我还听到那个男人问他 你那个扎前夫 电话不小啊 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他淡淡道 无关紧要的人 不用认出来 两个人上了一辆车 轰鸣声后迅速离开 我眼睁睁的看见那辆车 消失在街尾 我记得离婚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目送着他离开 只是这次 应该是彻底的告别了 他好像爱笑了许多 真好 而我这辈子 或许都不会再幸福了 不过没关系 他开心就好 程子金 祝你幸福 这次我是真心的